大家好 欢迎来到超风看天下 今天 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缅甸妙瓦底 亚太城和 KK园区的前世 精神 运行期间 我以前在梅塞认识的一个在大吉利开餐馆的朋友 说要我去和泰国美术边境交界的缅甸妙瓦底水沟谷亚太城 帮他弄一个类似巴迪亚的勾勾巴的酒吧 那个时候他在那边做水电工程 感觉那边中国人很多 消费能力也强 如果搞一个勾勾巴 应该是有不错的生意 当然我因为对那边不熟 也有耳闻一些关于亚太城的事 而且那边肯定没有巴迪亚所玩 就没有过去 再后来又机缘巧合 认识了一个在亚太城关键部门认知的朋友 通过他又再了解了一些妙瓦底的事 去年泰国的嘎腰子网红酒吧开始 中文网络圈就冲斥无数关于缅甘 关于亚太城 关于KK园区的各种传说 最近孤注移植的电影上映 又掀起包括炒 各种媒体和制媒体都在炒这件事 有个朋友前几天转发了一条某官媒微博 说是8月15号泰国警方发布消息 每年有7万中国人从泰国的美术 被卖到庙瓦底 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关于庙瓦底 关于KK园区的准确地理位置 我在网上看过无数的文章和视频 出开一两个媒体文章相对准确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人云以云 乱说一通 很多比较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强项是玩地图 和对地人政治经济的分析 也有很多朋友知道 我经常信的浏览世界各地的新闻 今天就让我从历史和地缘政治 以及新闻的角度 来全面解读一下 关于缅甸庙瓦底 亚太城 KK园区的前世今生 和未来的走向 以下 关于亚太城和KK园区的故事 参考了很多网络资料 新闻报道 融合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试图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和参考这个话题 因为全部故事就太长 所以决定做成三期视频 奉献给大家 这三期视频内容分别是 第一期 关于缅甸庙瓦底亚太城 KK园区的前世今生 录媒体版本 第二期 关于缅甸庙瓦底亚太城 KK园区的前世今生 国外媒体版本 第三期 关于缅甸庙瓦底亚太城 KK园区的前世今生 有部舍之将版本 1982年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 没几年 湖南少东县 一个小乡村里 送代抗辽名将 杨令公 老让人家的 第30代孙 一个因战乱 从北方流落到此的 奢姓人家 降生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人 就是日后 大名鼎鼎的 舍之将 又名 舍伦坎 少东是湖南 有名的贫困地区 小时候 舍之将家里贫困 就合起合理了 他学习成绩也不好 所以14岁就退学了 退学后的舍之将 到了广西桂林的姑姑家 在姑姑家附近的法郎 找了一份学徒的工作 做法郎学徒工 很多开始是没有工钱的 只是包吃包住 所以他也没有做多久 就跑了 后来 又乱七八糟 干了好多种工作 据说五年时间 换了二十多份工作 不过还很厉害 占了四万多元 在两千年左右 四万多元 对一个不够二十岁的农村男儿 算是一笔不小的存款 舍之将拒绝了父母让他回去老家 盖房子 娶媳妇的建议 想着这么用这笔钱 赚大钱 发大财 这时 有人跟他说 有个福建人 在东南亚做网络游戏 发了钱 正在国内支付工内 舍之将 毫不犹豫 找到了那个福建人 跟他去了菲律宾 舍之将用自己的四万元起步 在菲律宾做起了网络游戏 两三年后 他的财富 便超过了五百万 当然 舍之将的网络游戏 就是最初的网络 私财平台 通过远程遥控 往中国大陆 非发销售境外的六合产 套取国内民众的钱财 再后来就是平台规模不断扩大 承受了多个平台 他开始在国内招兵买码 帮他实施网络查骗 2014年 舍之将安置在国内专门从事转款的人员 在山东被抓 其中一个招供出 曾经为舍之将购买身份证500多张 办理银行卡 400多张 这个信息 后来经查证 舍之将通过国种渠道 非发活力 20多亿元 警方对他发出了通经历 他收到宪报后 联盟出套到菲律宾 逃到菲律宾后 舍之将改名斯可仁 用正片道的钱 在菲律宾 开报约公司 开水疗星马 开旅游公司等等 开始为自己洗版 但其实私下继续从事地下网络赌博活动 通过参与各种慈善 资助菲律宾贫困的学生 到中国留学 编造学历 为家乡修桥修路等手段 并达上了海狼丝绸之路研究院这条线 开始了新的布局和扣 2015年 舍之将开始在柬埔寨西港 投资博彩业 通过跟蒋布寨修缮寺庙 修桥铺路等慈善活动 加上给蒋布寨政府捐款 于2017年得到了蒋布寨的身份 拥有了蒋布寨的国籍 蒋布寨的官方名字是 蒋布寨修桥 英文名字他前面还没有忘记加上产地 王子就成了一名海外侨胞 经过这一番神操作 舍之将 华丽作真 不仅披上了慈善家的外衣 还成了东南亚著名的桥里 知名企业家 成功把自己漂白 有了慈善家 东南亚著名桥里 知名企业家外衣的舍凯伦 开始在国内外侨胞举办的 各种会议上 高调亮相 为了拨取头衔 森伦凯甚至吹嘘 推动当地经济建设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短短两年时间 他就拥有了各种各样的 桥界商界十多个会长主席头衔 2018年5月 森伦凯以一个没有故事的人的故事 的主角 出现在中国侨胜杂志的方面 该文对森伦凯做了正面形象宣传 从2015年开始 森伦凯包装自己的声誉 推进的顺风顺水 但黑产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2016年12月 森伦凯出现在了缅甸的克伦邦 缅甸的邦类似中国大陆的省 克伦邦位于缅甸南部 与泰国一和之隔 记住 克伦邦是缅甸的南部 南部 南部 重要的位置 说商店 不是很多媒体 引额传额的棉板 妙瓦底是克伦邦下下的一个县 肯定是泰国的南部啦 大家看看本人特意制作的一个 妙瓦底在缅甸的位置地图 这样看就一目了然了 缅甸这几十年的局势 一直是比较动动的 类似于第一次国共内战时代的军发国际 克伦邦现在的边防军 BGF 就类似抗战时期的八路军 领域上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管辖 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一样 克伦邦的边防军 就是由一个名叫Sakitou的地方军发掌控的 中文翻译呢 有的叫Sorchitou 有的叫苏奇都 我觉得苏奇都 是更符合中文姓氏习惯的 深可伦2016年这次过来 与掌控克伦邦的苏奇都 签订了一份真地合约 这份合约的内容是在克伦邦的 水沟沟 中文封译为水沟沟 真地1.8万亩准备在该地投资建一座 现代化的综合城市 亚太星城 这个协议签订后 舍凯伦就在香港筑策了 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自任董事局主席 开始了缅甸亚太星城的建设和宣传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ญ congressいる vague不离 我筛 neural 这种知情人了解情况时 他们传给我的图片和视频 真的还有模有样的样子 样太新城真的是一座综合型现代化城市吗 下面这一段文字 是很多大陆或者是亲大陆媒体 对他的亚太新城的描述 斯文凯一开始是拿旅游科技金融文化 区块链等现代化产业当放置的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建一座封闭的园区 将全世界的核产业聚集在一起 主要是他原来在讲不出西港和菲律宾的一些黑产业 赤裸裸的诈骗赌博贩卖人体器官 照理说骗人是罪恶的勾当 难道就没有人识破吗 有的 这个人就是科伦邦的最高长官苏其都 苏其都不仅仅是赤裸凯黑色产业的保护赏 也是亚太新城的股东 他对赤裸凯的所作所为一前二楚 与地方最高行政政官一起合伙做黑色产业 这就是赤裸凯选择缅甸克伦邦投资的直接原因 所以他明目张胆的在招生广告上标榜 受地方武装保护 这等于对犯罪团伙承诺 在亚太城干照片 赌博 社情交易 都是必保护的 无人敢管 1.8万某土地到手后 斯伦凯就开始招商引资了 斯伦凯对外吹嘘 要用150亿建设一个新城市 实际上 他就是把地圈起来 修好水 电 路等基础设施后 再建立一个办公室 就开始招募世界各地的网络照片团伙入住 那时候 杭聚在蒋国在境内的网络赌博 网络诈骗 网络社情等团伙 并蒋国在政府驱逐 纷纷入住亚太新城 一时间体量就达到了200多家 入住亚太新城的非法团伙 一般都是谈好条件后 斯伦凯给指定一款DP 在亚太城内自建别墅 然后自己招聘工作人员进行网络诈骗 在亚太园区内 斯伦凯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多达300多人 这些人除了从事网络照片业务外 还负责跟园区内的黑色产业团伙 招聘员工 维持安保和运营 据不完全统计 仅2018年1月到2021年1月的三年间 斯伦凯就招聘到33万名网络照片人员 从中合力1.5亿元 不过我对这个数据是存疑的 因为33万人不是一个小数 亚太城的面积有多大 现在建成面积其实并不大 而且这些人的流动性是不大的 因为后面他们的文字上面就已经描述出来 刚好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新闻 可以佐证我的判断 我们继续看 这么多人是怎么支付频道的呢 不外服坑蒙拐骗的手段 亚太城对外发布广告 称顶心8000到1万 提呈是另外计算 包吃包住包机票 工作轻松 每月完成三个任务就可以了 那些怀揣着发财梦的人 被源源不断的吸引到亚太城 这些人一旦进入园区 想出来 就比登天还难了 亚太园区有三层保安 第一层在亚太园区外围 是苏其都的士兵 第二层是赛伦凯的园区保安 就是亚太新城的保安 第三层尝试 国国诈骗团伙 自己公司的保安 进入园区的人员 首先会被收走所有的证件 从后被拘禁在特定的地方 从事黑色的产业 如果你想反悔 就会被要求清算 出入境 释放住戏的所有费用 这些费用比实际开支的费用 要高出十到十倍 那些被高薪诱惑出国的人 大多数都是缺钱的人 去哪里支付这么多费用呢 只能忍气吞声留下来 帮他们整遍 如果你想偷偷逃跑 逮住了 就会比打个半死 并必扔进水牢 而且园区城墙外 毕毕竹当地的武装势力 也可能你还没有跑出去 就被机枪打成尸位子 在亚太新城 从事黑产业的人 因为经常熬夜 所以基本上都是量狂激瘦 精神伟密不振 很多人还扎染日马稀毒 酗酒得恶习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 最残酷的是 因此 这种人员 人还活着 身体就被奋勾 必取出器官售卖 在亚太新城 从事网络账片 也需要与业绩挂钩 如果你连续几个月 都没有骗到钱 就会被送进终点的PK园区 应援区是 希凯伦在缅甸的第一个园区 比亚太新城降得更早 进入这个园区的人 基本上都被像猪一样 分割 售卖器官 但是对他们这个手法 我有疑问 因为我用古国地图的历史图像 进行了对比 发现黑黑园区 其实是比亚太新城要后建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形进行对比 我在用地图动态展示 水沟谷 庙瓦底 KK园区 和赛西港 四者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 在亚太新城 世伦凯仍然是一个 呼风唤雨的土皇帝 他总共着200多家黑生富 为他们在园区内 偷渡 绑架 勒索 管卖 以及器官买卖 这些黑色交易 提供并不富 亚太新城已经乌泱泱一片黑了 世伦凯还要把他描述的金碧辉煌 他对外宣称 亚太新城 是中缅经济走廊的合作开发项目 实际上 中缅经济走廊 这个词 是世伦凯胡州的 目的世界高大上的概念 伪装自己 掩盖黑生意 如此包装 加上媒体的宣传 世伦凯的目的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都以为真的有合作项目 就连国外警方 也不以为他跟我国有官方合作 明知道他做违方生意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变态新城源源不断的接纳 吸收 从世界各地过来 捞金的黑团组织 其中以蒋介 菲律宾为最多 甚至还有非洲一些地区的 网络製片和网络赌博 在黑组织内 从事诈骗工作的 大部分是中国人 他们有的是网上招聘来的 有的是被朋友骗过来的 他们这种骗的对象 主要也是中国人 2020年开始 国内加大了对网络 机械的监管和制裁力度 同时也对蒋布在 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 劳务输出 严加管控 这些照片组织就开始把黑手 伸向了香港和台湾 有一位李宇士 2021年一月在默默上 认识了一个叫王旭的男子 接触几天后 李宇士添加了王旭的微信 没有几天 在王旭的甜言蜜语下 两人开始了往变 紧接着王旭告诉李女士 她的姐夫是一个 博彩网站的运营人员 现在这款染症出现了一个漏洞 如果投钱进去 是稳赚不赔的 抱着试试看案的态度 李女士投进去了2000元 马上得到了2263元的盈利 在王旭的鼓动下 李女士就连续投了 18b钱款进去 等到李女士提现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博彩网站 打不开了 王旭也失踪了 李女士就被骗了70多万元人民币 像这样被骗的例子 不是美举 披着华丽的外衣 干着吃人的勾搭 斯隆凯的每一个金币上 都净染着中国百姓的血和泪 多情不易逼自闭 2022年8月13号 泰国警方在确认斯隆凯 与我国没有半毛钱关系后 果断出手 将其逮捕 引渡手续办完以后 斯隆凯将回到国内收拾 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之灾 前面就是缅甸 开轮帮 妙瓦底下面 亚太星城和KK圆区 大陆媒体版本的故事 我把其中认为有食物的地方 用文字 视频 图片 或者是聊天记录 都一一进行了自我的一个阐述 接下来亚太星城和KK圆区 海外版本和有部奢侈江 这两个故事 比今天这个故事更加实在更加精彩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